警迫破获了黑石黑地下汇兑洗钱案 日前一名范姓女子 她谎称900万元遭到侵占 没想到她是私底下和一个地下汇兑业者串通 想要诓骗企图洗钱的大陆电商 还在大卖场的监视器下 假装交钱制造了假证据 经过两个月的追查 检警接获大陆电商的报案 展开调查后 就这么刚好 范姓女子的同伙就在分局旁出车祸 当场被逮个正着 你好 你们出车祸吗 两位民众发生车祸 警方眼间认出他们其中一位 涉及黑石黑洗钱案当街逮捕 日前花莲一名范姓女子向警方报案 表示协助中国友人将900万元现金 以地下兑汇方式汇回中国 没想到把钱交给兑汇业者振姓女子后 却遭侵占 还拿出交付现金的监视器佐证 没想到警方受理到一半 女子改变心意不报了 画面中双方交现金的地点就在卖场地下室 女子突然不报案的异常举动 引发远警注意 将监视画面保留留两个月后 案情反转 一名大陆电商业者透过台湾律师报案 表示900多万元现金遭骗 警方印查发现 日前来派出所报案的范姓女子 和对会业者正姓女子 其实是同伙 双方串通好要在卖场地下室交钱 随后卷款逃走 还试图透过假报案来误导警方脱罪 有状大了 还有受伤吗 尝试卷款的一伙人 刚好在分局附近出车祸 警方越看越面熟 破获这起黑吃黑案件 警方提醒 两岸退会有金额上限 因此才会有人想走后门 索性远景机警 才顺利破获这起黑吃黑洗钱案 借钱今晚花莲采访报道